包机 这边的话 TPG是在蓝色方 YM是在红色方 搬掉的是千诀 然后TPG再搬 搬掉的是人马 也确实比较 他比较怕Marilyn的人马 因为Marilyn是假军赛 第一个使用住人马的选手 上一把也是提现出来了 之前也是被搬掉了 绝对不让Marilyn去拿 这个很针对他们的打野 又搬掉了一个男枪 其实昨天Marilyn 他男枪发挥还不错 但没想到 直接来到了班位上 YM是搬掉清爵 以及雷克赛 这一场搬的打野好多 但你放中单放出太多了 吸血鬼 瑞兹 双方都是非常果断的选择 TPG 率先拿到的是瑞兹 YM是拿到吸血鬼 吸血鬼打中单就好看了 吸血鬼打中单 对战瑞兹 吸血鬼这个位置去抢 没有瑞兹的问题 因为他迷惑性 迷惑性还是很强的 他也可以去上路 是 这一场乌鸦也是放出来 有可能YM要拿一个乌鸦 加血鬼的法坛组合 但乌鸦从前几天的比赛 看得出来 他面对凸链型的一个上单 还是有自己的这个缺陷的 是 没有办法去应对 那YM是没办法 之前打野的话 全部被搬掉了 的确是位置 已经没什么可以选择的了 那包女现在应该 虽然说被小削了一下 还是可以出现的 是 难过的暴女 对 但暴女还是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各个战队都知道 怎么打你暴女了 我的刷野路线 只需要改变一下 那我在野区 其实我不会落后 你太多的等级以及发育 那这样我在团队中 选择一个控制非常强的大野 就能够counter你暴女的地位 比如说酒桶 刚才 酒桶亮了一下 AD的话是在犹豫西威尔 要不要选择 因为其实厂商 山子妈也在 嗯 的确是 都要选吗 其实确实 她这个阵容不缺输出 因为毕竟有一个瑞兹 瑞兹在 看一下 完这边对于 两边都还没有对这个 这边 率先是选 没有 是把中单放在最后的 counter pick away 还是把这个 上单 还在犹豫 对 好 YM是想选择一个老鼠吗 还在犹豫 卡丽斯塔 卡丽斯塔配老牛 这个组合还是 之前 之前很复古 很常见的一个组合 对 他们在线上的话 确实配合非常的好 不管是在线上6级之后 去打架 还是说在前期发育 也不称问题 可能 有一点问题就是 你前期 其实西威尔配合山子妈 就算打不过你 其实也可以发育 你不可能产生压制 不是很怕你的这种 对 YM又是选择了一个 打团型的这种 就是说 在等待你ADC发育起来之后 去跟你打团的这种 那上一场 其实他们选择 发育期过于久了 那这一场 YM这个下路之后 其实发育期没有那么长 可以在中前期 就有一定打架机会了 TPG这个两个点选出来之后 感觉AP的输出 有点多了 更加要依靠西威尔的输出了 对 这一场 TVG因为打野 他AD类的打野 全部被搬掉 只剩一个 就人马也被搬掉 就说新瑞打野 人马也被搬掉 那场上打野真的少 只剩一个酒桶 剧魔可以 剧魔上单 对 男孩子考虑就是说 你对方上单还没亮出来 如果你直接选剧魔的话 也不太合适 因为你剧魔很容易被抓 帽卡还是比较万金油的 并没有什么太害怕的一个 对 而且你能在团战的时候 配合你的整体阵容 来发挥出来 效果 看一下最后是 让西修鬼去打上单 还是中单了 我还在考虑 最后选会选什么 又要是宝衣吗 凯南 有可能是西修鬼加凯南的打团组 嗯 这个纯打团 无敌打团 突脸打团 直接再出一个海克斯科技腰带 砰 就出现在你面前 然后再加上卡丽莎拉 拉个老牛过来撞你脸 是的 这整体阵容的话 完完全全是在康特瑞兹啊 就他不需要考虑 TBG其他的选择 瑞兹是很怕突脸强开这种 对 TBG整体阵容 就一个瑞兹 他核心输出点 对 而YM他整体的BP 完全就是要来针对瑞兹 其他选手不用管的 看一下 乌鸦吗 哎 也行 因为上单队面已经选定了 是个冒凯 凯南有点冒险 但确实很合适 那乌鸦的话更稳一些 就打一个双法坦 对 那双法坦 他有一点就是比较疲乱 两边都挺有意思的 两边的AP位都很多 很多 对 都很靠AD的输出 打到最后可能就是说 两边魔抗堆的飞起 都剩下AD和上单 因为他们中单应该都会死得很快 那这一场应该是吸引鬼上单了 就乌鸦最近打上单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 就是因为乌鸦打上单之后 你面对那些凸脸型的英雄或者是 对 而且上单的线比较长 你面对凸脸的英雄 你很难逃脱的 对 或者是被对方干客的话 也很难发育起来 对 所以打中单的话 第一中单线短 第二中路 中路打乌鸦好打的还真的不多 瑞兹也打不过 就是乌鸦是很容易 很轻松就能发育起来了 那这样应该是选择完毕 YM的辅助带来隐燃 那这一场应该是带雷霆牛 雷霆神牛 虽然老牛的大招靴 但是配合卡丽莎 这么复古的一个阵容啊 还是没有被改变 机制还是在的 还是很厉害的 对 因为牛头怕 就是怕他就大招减伤嘛 但现在有卡丽莎的一个拉 那他也不需要担心 自己的一个安危 并他每一步游走 感觉TBG的表情很轻松 YM的表情有点严肃 三连败了嘛 对 这个三连败是 小伙子们还是要放松一下心态的 对 强队是吃不消的 在强队运气 他的分是很重要的 好的 两辈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这一场比赛 还是两边这种选择非常好看的 发育好强 这一场两边的阵容 不要忘了 发育久之后的那一波团战 是最好看的 对不对 没错 好的让我们期待第三场TBG对战YM的比赛 好的那到了今天第三场的比赛 那这一场比赛同样是非常好看 TBG和YM的比赛 蓝色方TBG 紫色方YM 这样的一个阵容选出来 你觉得存在换线吗 这一场的换线应该不至于吧 我觉得牛头一二级都很弱的 甚至说卡尔玛是相对来强的 但是可能就考虑到就是说 你等级起来之后 YM的下路会相对来说 打架的更猛一点 但是换线应该是不至于 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分路 依旧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站位 然后这一场上单吸血鬼的话 是没有带急跑的 而是TP加闪现 这边游戏应该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暂停情况 是的 那这两边阵容选出来 我们刚刚也有聊到 就是上单不是吸血鬼对阵这个 茂凯吗 对 然后中单的话是乌鸦对抗一个 瑞兹 瑞兹 对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从整个阵容来说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双方的阵容的话 YM它突破口就在于它的下路 他们必然会用自己的下路来找 就打开整个比赛的一个局势 那他们在对战TPG的时候 TPG它这个阵容就更多的就是说 让瑞兹来发挥 但瑞兹是很容易受到YM牛头去限制的 所以这场很显然就是说 他们下路能否保护中单在团队的发挥 是的 而且牛头一个人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威胁到这个瑞兹了 而且更何况加上了卡丽斯塔的一个大招 是的 九筒这个大招也很关键 对 就说瑞兹你被抓的时候 或者说瑞兹 能否起到保护作用了 对 瑞兹这个点 很容易被针对的 这场瑞兹带的是一个风暴起手的狂用 而下路走 你看到就双方的下路都不是抗压的 就ADC的话带的是一个战争热忱 都是带战争热忱 而辅助的话都带了雷霆 好TPG下路 这边是YAM率先主动的选择了一个换线 上来先消耗一波 这波蹲得有点想法的 直接逼出了这边的闪现 这个双Q套路是真的骚 他们这两个爆发 就一级的Q技能爆发是绝对比 是的 不管比谁都高的 这卡尔玛的RQ没想法打你身上 对 好像成功逼出了高子闪现 卡尔玛过来骚扰一下 这个拉扯一下还是能 想骚扰 看没有吃到小野怪 吃到一个还不错 其实吃到一个就够了 能吃两个就是赚 吃一个也不亏 YAM这边把兵线推到塔下之后 就是会成了选择把对线换到下路来 我觉得YAM他辅助带颖 他应该是想去抓对线的 但是没有抓成功 所以他直接又换到了下路 因为他们其实吸取鬼在换线的时候 他的发育是很受到影响的 看到对面那个西威尔和善子妈的这个推线 感觉亏兵是亏 但亏了不多 大概是三颗兵 对 上路大叔TP过来之后也在空线 而吸取鬼一刀未捕 到现只有一级 有点尴尬 而且猫凯你现在先这样控着兵线 一个没有闪现的 这个吸取鬼也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没错 直接拉两级啊 吸取鬼很难说 这个兵线你只能等对面过来 只能等兵线过来了 还好暴女赶到应该可以帮做一下视野 真的想干客就很难了 做一下视野是没什么问题的 潜力上路应该会很和平 因为吸取鬼的话 他的对线的一个 对线的续航能力也强 对 他的发育不成问题 但缺的就是说他配合打野的一个击杀能力 相对这时候比较弱 这时候九筒绕到了这边的三角草 还有暴女也在附近 下路以后先手 抓到打野出一道的 这套上的引燃 还打一个Q加E技能 Q技能是被挡住的 所以少了一套爆发 比较可惜 但依然是逼出了一个闪现 已经非常转了 YM他抓对线的原因 就是因为牛头康特希维尔 牛头他的盾永远挡不住 就是希维尔的盾永远挡不住牛头的控制 能挡一个啊 就说但他挡不住他的Q 就是你牛头瞬间WQ上来的话 他能挡住他的W 但是牛头W已经近身到你身上了 所以他的Q依然能打中你 就如果 如果你在牛头W的时候 你不去交易的话 其实你们来不及交易了 来不及吗 对来不及的 是基本你在比赛里 看不到牛头先手 能被希维尔挡住的 就很难挡住 因为牛头WQ是瞬间释放的 就他手速按得快一点的话 希维尔是来不及的 就因为两段控制 好下路逼出闪现之后 也是稍微的压制了一下 小兵线 但是补刀的话 因为他们在下路是 控了一点点的兵线 也是保证了一个石刀的差距 九头也是在三脚草进行一个 反蹲 这需要干坑 下路是没视野的 没有想法 回程了 看到这边WM也是 示意了一下三脚草的位置 应该是感觉到的 就只要TPG下路 赶上去走一步 那其实WM他会很快的撤退的 因为他们这种对线左右 TPG是完全没有任何想打的欲望的 必定是他们的打野过来了 两边打野的这个刷野速度也是差不多 也都没有对对方的野去进行一个入侵 比较安稳 对 非常的和平 这种乌鸦确实推线的话 是把兵线压了进去之后回程 而瑞兹是回了一次城 不怪好 就是点这个选手 他的一个回程实际还抓得还不错 他的补刀没有落后 对 因为他TP上线嘛 他TP用掉了 这种乌鸦也是TP了过来 直接开启大招打了一波 但是乌鸦这个续航能力也是到了六级 是的 打了一套反而瑞兹血量亏了呀 而且瑞兹是刚才TP过来了 现在又得回程 看回程会做什么 应该是做不了一整个小剑 可能做红水晶 没有选择回程 等这波兵线进来 这时候回程贼伤 太伤了 是 有很多中单队线的时候 就会他稍微往后退 然后卡一波视野 让你看不到我 让你感觉我是要回程 让你把兵线推到塔下 是的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为所发育 也不用担心自己的状态 下落优势先手 抓到了一个样 是的 一套递出了闪现 暴力一个跳 直接拿到了一血漂亮 完美补刀这一下 我就是没想到 暴力正好过来了 而且他是没有视野 他是一个预判Q 上路打一套吸血鬼 吸血鬼手里有个大招 而且有第三层的Q 技能马上要好 所以大叔也不赶再过去了 还可以吧 上路这种就五五开 谁也压不了谁 吸血鬼前期因为 一级打三级的原因 所以手刀稍落后了一点点 也不落很多 这波兵线补完之后 应该是没有落后的 这个大叔经验非常老道啊 他是等吸血鬼那第三层的层数 降下去之后再选择上来 对直接避错一个血吃 上路可看的点不是很多 因为这两个英雄 你要真的让他们打起来 还是比较不大可能的 只有消耗没有计划 你打我一波 我打你一波 你回一波血 我回一波血 一个不灭之恶 加上自己被动回复 还有一个就是 三层的Q技能回复 都很可怕 下路是已经排掉了 而凯撒已经是有六级了 凯撒有六了之后 下路更不赶快 暴女Q 找到了一个样 一个人打 两个人打一套 但是没被连到 对 是 WCDR比较快的 刚刚的人头 是被暴女拿到的 对对对 她是Q死的 暴女Q技能 都说回想中路一波 干客抓乌鸦 但乌鸦回复得很不错 而且靠着兵线 还有一个人 而且 九桶是有大招在手的 但是他一套大招打回来 另一号码子想 连瑞兹刷出自己的盾 再过来一套Q技能 是拿到乌鸦的人头 但其实刚刚这一波 可以看得出 乌鸦的这个线上 就算你一钢二 他也能站很久 对 这个还没 他没什么装备 都能站这么久 开启大招猛吸不止 对 所以在对方 辅助没引燃的情况下 其实TPG就需要 让他AD来去做死刑宣告了 所以他整场 TPG的节奏会更慢一些 他必须等到 ADC的装备成型之后 做个死刑宣告 才能够去跟YM去开打 他们辅助是没有带引燃的 中路瑞兹又不可能出鬼书 哇 下路已经稳压了 甚至TPG还反手去吃了一个石头人 也没办法 只能回去了 这一场YM是完美的发布出他下路的一个实力 实力优势的 上路就是抓到 打一套 血鬼忍住自己的大招 也没有交 利用自己的一个移速 还一直在跑 左卫躲掉技能 非常轻松的对线 轻松愉快的互相发育 对 没有任何问题 上路血鬼应该是要直接先振奋 并打上单马 有一定坦路 好 以去 Maryling抓到了7级的9档 9档直接反手打一套 但暴女孩跳了上来呢 这样反而是中击了 对方上单已经TP了 乖Maryling只能隔墙走掉 乌亚一个人顶住两个人 好 这边血鬼也在侧面过来 牛头赶到 牛头是有闪现的 看牛头还在找机会 没有找到 对方辅助是赶到牛头进场 没有走 还给打了一口 比较可惜 那将乌鸦是卖了很久 直接被鸡杀掉了 而凯莎来的实力比较晚 牛头控制 也没有打到瑞兹身上 但是如果瑞兹配合队友的话 是反杀掉了一个牛头 而西约尔的状态还不错 但是血鬼一个技能 是直接减速配合凯莎 逼错对方闪现凯莎 一个Q在A下闪现逃脱 瑞兹开起大招 但是一个都抓不到 一速控制住 漂亮 是拿到凯莎人 拿到Killing Spring 还要继续追 一速还不错 再W到一个Klaus Klaus有三层Q 但能打穿 没有机会打穿 能打吗 没有打穿 只是被杀掉了 我这一波如果Killing CD好的话 它是可以走掉的 那这一波的话 是TPG转了 刚刚这波1 真的已经尽力了 刚刚老牛第一时间赶到战场 拯救了一下乌鸦 而且那个暴女孩 给了一口奶 只不过只能说卡丽莎来 战场太慢了 太晚了 刚刚牛头的话 主要还是因为 就是他刚才有闪 现在等 他想等到队友的赶到之后 再进一场 但是实在是等不及了 所以他没有机会 去控制对方的C位 只控制对方的一个前排 但依然没有保护到乌鸦 哇瑞兹一波团 才拿到三个人头 这个巨飞啊 而且现在时光在手了 对面乌鸦的话 现在只是范盒 加一个爆裂魔杖 这一波回去应该要出了 其实这波团战 主要还是就 双方核心点就不一样 一个就是说下路组合嘛 牛头搭配卡丽莎的 一个连招combo 是不是还是说 这个版本ADC的地位 没有这么高 所以 我觉得还是 还是赶到的时机吧 稍微晚了一点 上路 抓到格尔子 推友 也TP过来 哇瑞兹这个真的稳 他怕对方支援 他自己也TP过来去 这个人头还让给瑞兹的 哇 无解了 也不让给瑞兹 瑞兹这个TP就很亏的 很亏的 很亏的 学亏 只能说刚刚的心血鬼的位置 太靠前了 推线推得太深 而且基本上 看到上半部分 河道全部都是这边 TPG的视野 亚罗又是一波先手 抓到了西月尔 直接打一套西月尔 开始治疗 想利用加速走 卡丽莎还是有大招在手的 可以对他没地方跑了 暴女直接绕后 想抓着卡尔玛 卡尔利用加移速 还有走位 想躲掉暴女的Q 但是没办法 还是要交闪 你都这闪现WQ 顶起来 那暴女是一个Q 就拿到人头 而凯莎 哎 结果西月尔 哎 刚刚是鱼和熊掌 都想兼得 结果让西月尔给跑了 我的天 竟然没有去打西月尔 没有 刚刚卡丽莎去追了 应该是没有追上 还是最后 大意了 对 正如你所说 鱼和熊掌不可接呢 所以刚才 想兼得啊 他没有去拉牛 没有拉牛头去抓那个西月尔 而是让牛头自己 去配合暴女杀卡尔玛 那将西月尔送塔成功了 但西月尔其实送塔成功 还是亏啊 因为他兵线被压进来了 他亏了一整波 而YM在顺势 拿到这条小龙 第一条是这个水龙 第二条好像也是水龙 还不错的就是说 YM他终于是保障了自己下路的一个强势 也没有因为对方瑞兹拿到三个人头 四个人头之后 说就把自己的节奏紊乱 还没有 对 但是对方瑞兹 但还要注意点 对方瑞兹还没对下路发起进攻呢 还没起身呢 是 他手里 而且他手里还有一个闪先 这一场反而瑞兹没有受到针对 所以他每一波打团都是有技能的 嗯 把瑞兹回城之后是一个草鞋 而且瑞兹这时候时光杖 加上一个无庸大棒 已经是马上要把自己的 一个吃天使之杖做出来了 这场瑞兹好肥啊 而对方其实也确实 对方并没有能够挡住瑞兹输出的英雄 只能靠一个牛头 这个牛头非常的关键 上路是成功的配合推掉了伊塔 然后这边的话TVD再给中路比较大的压力啊 三人抱团在中路 对 中路的话 乌鸦已经放过 四人抱团了 四人单人收了 这的话放塔了 放塔了 看到你们在上路推线的话 就第一时间拿中塔 中塔对比赛中这个作用还是很大的 没错 能很好地压制一下你这个野区的一个视野 这场中塔其实乌鸦破的也太糟了 乌鸦连发育期都还没有度过 乌鸦是比较需求装备的 但这一场是因为他本来他是一个优势路对线 但瑞兹拿了四个人头之后 他已经不太赶过来跟瑞兹消耗了 甚至说瑞兹已经是二级大招十一级了 而乌鸦还差一级 所以这应该是两波线两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里的话 其实微波非常的难受 他这个乌鸦只能等瑞兹不在的时候 赶紧把兵线推进去 而且你 瑞兹就开起大招 回来跟威尔尔打 但是威尔尔反应非常快 就走掉了这样子 直接是轻一波线 其实也还好 威尔尔你发现附近河道的视野 做的还是很足的 对 起码现在在虽然一塔推掉了 但是发育的压力还没有那么大 一个辅助还有一个打野 一直不停地帮他去做视野 对 那这一场威尔尔就不能往一个身边方做 他必须要先振奋 因为他是双法坦 所以只要保证两个法坦 在前排骚扰对方的C位 并且他的ADC是 有输出机会才可以 好 看到这边 老牛跟过来直接开启大招 结果先手很可能要葬送自己 看一下对方的TP是大朔 先抓到对方ADC 但是瑞兹还不在 所以威尔尔之后后排完全没有危险 吸鬼一个大招 好 配合自己的第三弹Q技能 是成功的战场成功了 暴力进场 切碎对方的一个C位 凯萨一个1技能 黏住一个 但瑞兹赶过来了 瑞兹就没有机会 被牛都顶开了 乌鸦也在骚扰 那YM灵一直在黏住 终于是杀掉了7月2 漂亮 刚刚那一波直接看得出 你就算瑞兹赶到战场 这个老牛对你的压制能力还是很强 你过来我直接把你给推走 对 这波YM牵手的话 虽然是被对方包了 但是他们的队友支援也很快 这波YM赶大了呀 而且刚才其实我觉得TPG应该是有点判断失误了 对他瑞兹是没有TP的 而上段TP过去的话其实很难打 中路一波solo 其实瑞兹可以靠移速快速走掉 而威亚也是知道他的想法 所以直接解掉自己的大招 刚才上路那一波 可能他们先确实西威尔已经走掉了 西威尔第一时间看到老牛和卡丽萨过来的时候 是先开大招走的 但是这时候队友TP绕后了 对 他只能选择向前的逼近 对其实可以不用打的 好 有产生之后直接是拉开了1000多的经济 但也确实TPG他们个人的每一条线上的补招 都没有落后很多 甚至说两个C位都是一个持平一个领先 好上队只要反推 这塔推掉经济可以拉回来一些了 基本上就1000的经济也没有很多 好看会不会对峡谷新风动手 现在应该不会动手吧 两边的上单全部在下路对线 都是没有TP的 主要是中路应该也许 刚才他想包抄一波反打 但因为没有视野 比较可惜 大树这个位置 是虽然但是遭遇到乌鸦的控制 以及牛头的控制 大树还没有开出大招 就直接被秒了 就看到 就看到这边的猫凯在天上飞了两下 这边又是一个遭遇 但是Claus 但是他因为先出的魔抗嘛 对 所以瑞斯打他一套 也就只打了半选 何况他还有回复 而且确实刚才这一步 你可以看到就是打野方面 暴女这个英雄 他在单点爆发上 确实能体现出很多 刚才其实大树很肉的 但就暴女跳上来那一套 伤害大树完全是无销 QW之后 的确是 对 爆发非常的足 Q中之后的W 爆发很高 他也出到了深渊了 那现在就算你有魔抗 他自身也有点 发穿的 你经受不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攻击的 没错 然后第二条小龙的话已经好了 看双方会不会在小龙处进行一波决战 看下赵花生技能的话 两个打野心 瑞斯以及九筒这关键的闪现都在 而牛头明的闪现也在 所以这一场团队不好说 瑞斯刚刚是 闪现抓卡尔玛顶回来 卡尔玛被Q到开除自己的闪现和急跑 他还是被杀掉了 那这样小龙应该归属要交给YM了 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瑞斯在这边追赶这边的那个吸血鬼 所以第一时间就冲上去 藏心留了一个卡尔玛 还是暴女爆发高啊 他这个Q技能直接把卡尔玛打懵了 所以后续输出的话 队友只需要交一个两个小技能就可以把他杀掉了 这个猫敲到了一下路 虽然还不错但其实有瑞斯的话 这个乌冰线也不会存在很久 很难推掉 但其实渐渐的你发现YM已经把他的视野拓宽到对方的野去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 吸血鬼和乌鸦全部出到振奋之后 整个对面TPG的这个体系 对他的威胁就不是特别的大了 四个AP位置的输出 靠希威尔一个人的AD输出 还是基地有限的 而且秀尔现在的装备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打吸血鬼的时候 打了三下还有一下是暴击 但吸血鬼几乎不凋血 每天路乌鸦是有大招 还是有吸靠着自己的振奋 还吸回来一点还不错 每吸是59还可以 主要AD方面啊 TPG这时候必须要等待他ADC的一个死定宣告 但还要缺的点就是他们ADC的无尽 现在ADC要做两件 一个大件一个小件 才能够在团队上有所效果 加速足够的输出 对 而且我按照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三个位置全部做了魔抗啊 而且老牛马上要出那 已经出到这个军团了 小军团了 没错一定有军团了 整个团队的魔抗都非常的高 八个助攻 他的经济是比卡纳多很多 阿里卡玛只有八几 他还有三十一个补刀 靠那个 圣盾 圣盾给补回来的 这场TPG他还是在装二技能上 我觉得辅助还是要带一下凝然的 毕竟你这个 都没有人会出鬼 你要真的要等到后期ADC出死定宣告的时候 那你前期是没有考虑到的 这一波看一下 是不是啊 他有这样一个 也是感觉到了 其实 要稍微撤离一下 人都不 微博在前排顶坐 皮尔直接开始了大招 想陪有队友撤退 但其实YM他还没有先手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波还是TPG的技能较得有点亏了 22分钟TPG已经是 YM已经是来到3000的经纪领先了 还是看团战吧 团战这个刚才如果真的像之前一样 就是说TPG先手把对方的C位先开死的话 那就不会有说他们缺少死定宣告 或者是重伤效果这个点了 是的 两边都很意思啊 各自让自己的中路和上路去边路的边线分带 都是双TPG的一个阵容 所以拉力不是很大 其实带的话 你让瑞兹带 其实可能也已经准备好去拖了 因为你让瑞兹带的话 YM是有很多很多机会去开你的队友的 瑞兹如果在正面的话 YM不太敢开 不错的就是说在下路他 压制吸鬼的一个发育 吸鬼不敢过来的样子 这兵线现在控制这个位置 吸鬼压力还是很大的 对而且也其实没有失业的 下条龙的话 其实因为两条龙都是由YM拿到的 而且都是水龙 所以YM 各种牵扯 其实TPG是蛮难受的 下路又是一波 但换血这样 瑞兹这样换好亏啊 但还好利用自己的移速是逃脱了Close的消耗 而且现在Close的整个靠速和血线都很高啊 出了一个那个海克斯科技的那个腰带 然后等会儿再等中路的这个乌鸦金身出出来之后 他们其实就可以打正面团了 没错 开团的也有 然后这边的装备都已经差不多成型了 确实海克斯科技要带这个装备 非常适合 比如说吸血鬼啊 凯南啊 这种想突进的英雄 对对 他们可能缺的就是贴脸的机会 迈琳非常大胆直接跳了上来 而是TPG也是 确实是任他这样大胆 你没有敢反手打 确实你反打的话 我刚刚想说其实反打还是有可能会留下的 对他怕的可能就是牛头的侧面 牛头侧面直接进场把你三个人控住 因为你看牛头那边他完全没有视野 所以他不要怕 没有视野的话 对方如果人全在怎么办 就可能要炸 而打野的发育方面 其实Hunter已经落后非常多了 他只有四个助攻 但是暴力有两个人投入六个助攻 而且他几区刷野已经领先快四十刀了 三十六刀的一个领先 两边已经在这个大龙附近 焦灼了有好几分钟了 对 也是没有敢忘 四次的乱 乱开团 还是要我觉得等下 等着比较大夫精神马 比较稳一些 对都在等 TPG肯定是越拖越舒服 并他ADC靠着他ADC的去拖 其实还没有办法接触 ADC还需要装备的成型呢 所以需要一定的放的时间 所以他虽然有了死银线 但很尴尬的是 他除了中路可以刷 他上下两路是给别人分带的 是给猫凯和瑞兹分带的 所以他要刷刷野刷刷中路 中路兵线又特别短 还好就是说他这场补刀还是一直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领先的 是的 好第三条龙是一条疯龙 那YM也没有抓到一个支撑的关键啊 但是YM从不知不觉中啊 这Rush中经济又是有领先到了这个3000多 对 又领先了一起 他场上塔的话主要还是外塔 中路这个外塔他肯定是非常想推掉的 推掉的话就可以在你野区搞事情啊 嗯 中路这个外塔还是蛮烦的 因为中路兵线一直可以让 就是TPG这边发育 是 你看视野不控 TPG的上半部分野区 这边YM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入侵到的 也是不敢私自去入侵 对TPG的控制白子呢 好 这边的话乌鸦的精神已经到手了 看看要不要做一个搞事的boy了 有了精神他也不是很怕 就希尔战士辅助不高的那一点 希尔现在没办法 他只能去打前排 他有了精神之后 他可以开启大招进去做脚屎棍的吗 是 好 下路上 上灯遭遇 又是天神以来往往的对决 打着打着都回复上来 续航能力都太强 两边 两边都是两个阵分 真的想单杀 连九筒都 好难单杀 打着打着两人都是一般血一般血 反而吸着吸着有点回不上来的味道啊 刚刚顶了一下塔 对 顶了一下塔 吸了一下人的话还是可以 又是一个血耻 就是TPG他车队比较及时 已经来到中路了 中路推得很快啊 来不及了 只要被破掉了 好 28分钟 YM终于是把所有的外塔全部拔掉 这也就是YM的胜利 对 经济上的一个优势了 对 这也就是YM胜利的开端 好 上去也是有冰杖的 冰杖也是出到手了 这个冰杖要吸鬼在团战的时候有点无敌啊 无解的 孢女也是冰杖 两个绿甲 TPG的核心瑞兹也是来到了一个法川杖 当然他这个输出 如果团战的时候打不出更多的话 只能靠牛头 就是说只能靠吸尾尔了 吸尾尔的话又比较怕牛头 而且卡里斯塔还是有个一魔刀 要开了 先振动一下蓝buff 小黄哥不想张 就只能在侧面 一过来 想先抓乌鸦 乌鸦的位置挺尴尬的 但是开启了金身 躲掉只能捅的这个大招 是的 而且卡里斯塔在侧面很安全啊 其实一直在跟大树纠缠 大树很肉 扛住了 还没有死 他暴力一个Q是逼退了TPG 这一波团战两边交了技能之后 并没有人员的伤亡 但是这时候YM开始Rash他大龙 是的 打的速度还可以 可以 但不是很快 不是特别快 主要是凯莎有一个毛一直在流 对 在等下最后一下暴 绝对不能等到3000血了 牛头直接闪去强开 开到了这边的西威尔 西威尔招子也闪去 但是西威尔鬼黏住了 一个技能挡住 没有死 但是乌鸦赶过来了 这两个法坦的前排在这边扛得非常地深刻 前排完全打不掉 西威尔也是被杀 那这样的话西威尔鬼再黏住瑞兹 只要闪撞墙了 那这样只能反打 但是伤害够不够 但是被狐亚回上来了 我的天 是被暴女奶了一口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装备 两个绿甲 然后还有兵杖 关键是那个西威尔鬼出了一个腰带 还凸脸 是 天哪 这两个法坦的机制非常地可怕 两个法坦在前面像两堵人墙一样 没错 再打出一波一换四 一换四的话是直接要拿大龙了 是的 而且你刚刚有看到卡丽丝塔的位置吗 他完全不虚的一个人在追酒桶 一点压力都没有 把五个人一起回城的声音 把四个人一起回城的声音非常的酷 渐渐地发现从一点点的优势 到变成现在比较大的优势 还有大龙的一个buff 所有的外塔全部拔干净 如果TPG再不找机会的话 野区全部被入侵完 就只有等半幸死亡了 没错 择儿 还是西威尔 因为西威尔虽然他这个装备已经出到一个能抑制对方回复的一个装备了 他为了防止对面的一个回复能力 很快地先出了一个那个破甲 二名在团战的时候那波先手是非常到位 直接先出到西威尔 让西威尔所有技能浇光 那西威尔所有技能浇光的话就没有太好的机会 能够再反打只能跑 他跑的话那队友也只能跑了 就不可能再有战装输出的机会了 在塔下 YM要准备进攻 雪鬼在带下路线 雪鬼是没有闪现有大招 但是他有大招看从侧面是应该要等会要过来了 中路要准备先手 西威尔直接反手大招 想背后队友先杀了 一个手环面包了家过来 对但九筒这个大招空掉了 而瑞兹进场之后直接被空到秒掉了 西威尔侧面进来 前排也是被杀掉 只剩一个大树也是难逃意思 渐渐从这几波团战开始发现 就是只要让对面的前排有一战足的地方 他们的瑞兹就没有一个输出的位置 而且刚才明他选择的是 控住对方的一个前排之后 利用卡丽莎的大招拉回来 再控住进场瑞兹 他的控制的间隙是完全没有的 好的那么恭喜YM 是一扫之间三连败的阴霾 是一扫之间三连败的阴霾